… 繼續又來了 人夫放假藥出去滾 繼續有我今集的嘉賓 有袁偉豪的 嗨 Ben 上一集聽到你的故事 你也知道原來很多事情發生 入行到你有機會進去TVB工作 性格上你看得出袁偉豪比較文靜 跑步的人都不說話 不是每個陳山聰 可能會多點說話 他比較靜態 進來TVB終於有一個全新的面貌 選完贏完 進來後其實頭幾年的發展 有沒有想像之中那麼如意呢 其實有點順利 我記得我8月參加了比賽 月尾就馬上上去湖南做舞動奇跡的節目 挺幸運的 當時一直跟著 謝天華、馬德宗、郭善妮、敏芝 每個人都是當時很紅的小生花彈 我是一個最新的人 不知頭不知路就跟著他們上去湖南 回來幾個月後就開始拍劇了 第一部TVB的劇 跟歐陽波比、正雄大哥 這部劇我覺得很有紀念性 其餘的拍檔就是敬輝、浩信、阿謙 即是D1,我們四個做了一個學生 年輕人 年輕人 開始了在公司劇組的生活 好玩嗎? 好玩的,但還是餐飲餐食 我很幸運因為我是綜藝科出身 當時亦有很多綜藝節目都會找我做 尤其是做完那個舞動奇跡的節目 每個人都當我是舞王 逢有甚麼鬚就找你來跳舞 其實當時真的幫了我很多 因為當時我記得我還是一層的合約 那怎麼辦?一層 又在推廣車,要上班 不是數百佬了 不是數百佬了 轉了Lexus 很沉實 很沉實 駕駛不夠兩年,又換了這輛跑車 因為泰斯文在路上被人欺負 其實所謂的說話,人線被人欺負就是這個意思 要找車子比較兇,就不會被人欺負 自己比較爽 又很突顯到當時的性格 所以我覺得人其實每個時候都有不同的性格出現 會隨著他的年紀、經驗、製喻會慢慢改變 我也有聽過,例如你身邊的朋友 例如敬畏、浩信、軒仔 都會有說 Bang真的會藏起自己 有時可能下班,可能是社交 可能那裡有個監製 例如我們一起去HAPPY出去玩玩的時候 一起走吧 以前你也喜歡出去喝東西 我都會這樣說 個性格,好像很怕去跟別人接觸 有幾年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的性格 一定不及他們 如此純心、信義 在交際手法上 我知道自己也坐不出聲 就好 就是他 有時他出去,你就會坐在二邊 接著可能別人聊你再說兩句 你又不會主動說老闆喝杯酒 不會的 對於我來說也沒甚麼特別 也沒說有甚麼特別我想見 我覺得不如珍惜一下自己的休息時間 準備一下 我不是說做這些事不好 只不過其實每一個人有自己的選擇 有些人會覺得這個方式 是可以舒緩工作壓力 最主要的就是其實人們我不熟悉 我也不知道有甚麼去破冰 初到季境的時間 沒甚麼可以做到 不如只做好自己便回家睡覺 會否怕可能說錯話 沒有 我也不會說話 怎會怕說錯話 可能你本身是很想走出去的 一開口就怕你 但我又說錯話 或者好像不知會得罪人 反而我反而會想 我會否過分認真去剔掉別人的說話 就是真的 所以那幾年我都比較不太說話 免得 因為我比較直白的人 很害怕 我到這一刻也是 說完出來那個人聽 會否聽到他 又是反而好看他 所以那幾年我都在游走 在這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不如不要出去說太多 直到我接到一個角色 叫做鐵馬戰車 那一個叫施馬Sir的角色 是比較活潑一點的 我就可以在角色上 又跳脫一點 對,跳脫一點的時候 純帶將我自己的活潑性格 去拿出來 因為我有時候都會覺得是 所以我個人的自信心 都很大部分來自於我的工作方面 工作得到認同 我自己都會開心 沒錯 會開朗一點 能量都高一點 就是這樣 演戲那幾年 其實都很轉變到我自己的性格 你看到袁偉豪的發展 在這十幾年 自從進了電視台之後 就越來越好 剛才你說的鐵馬 就是斜電單車的司馬Sir 然後去到有機會有城寨 接著又再做很多鐵探等等 越來越進步 去到也有機會拿到一些獎項 一些認同 有否想想 如果我的人可能再活躍一點 再跳脫一點 可能會縮短到這個成長過程 我有沒有想過 有的 有時候回頭看都會問自己 其實自己是否浪費了一些時間 在一些不應該浪費的地方 例如你所說的性格問題 但是我覺得人 或者一個人生 你不可能每一個人 都是相同的制語 你都要好看自己的路怎麼走 我有一位長輩堂說的說話 你要記住就是 總之你做回自己 那天就會給你一條路走 你別想著去模仿某一個人 這種前輩我又未遇過 反而我又遇過一些前輩跟我說 你如果想說 你在一個行業 你一定要有些的駕想力 你一定要有些的 role model 你覺得有一天 要像做到他這樣 甚至乎超越他 這樣才有一個動力 讓你繼續去走你的路 可能大家都不同軌跡 但是你都要 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目的 要像這樣 例如我以前 我小時候進去做電台 然後有機會做電視 我自己都心想 我一定要做一個很厲害的 綜藝節目主持人 又或者做一個金牌司儀 我自己都會想想 有甚麼人物是這樣的 我去看看他以前的路 是怎樣的 例如我參考 例如我看 拿了數據 我看看曾志偉先生 他三十多歲 就已經拿了影帝 然後我看他做掌門人 他做掌門人 原來差不多四次才做掌門人 我都會這樣參考 別人的路線軌跡 我又會對比自己的路線 相不相同 你有沒有去參考 我想做到誰這樣 有的 但我不能具體說哪一個演員 或是甚麼人 我只會反過來想 如果我可以早二十年入行就好了 即是我生長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娛樂圈 都應該… 我想這個想法是 所有做的人 現在這一刻的人 都是這樣想的 可能會覺得 應該都可以挺好 用這一刻的角度想 但如果真的反過來 即使我成長在八九十年代的娛樂圈 可能也未必 也未必有這種機會 可能給別人 所以有時候覺得很難說去… 如果這樣就很難 那沒有了 現在都人到中年了 都四字頭了 好命些說 都走一半有多 不幸運 你不知明天 還可不可以張開眼睛 看到大家 和大家說一句早晨 那怎麼辦 不如享受每一天吧 其實參考是可以的 那個參考 我只會覺得 不可以相提並論 以你的例子 我曾經參與過一套電影 叫《無間道》 當時我只是21歲 而當時的男主角 梁慈偉先生 38歲 我今年也41歲 38歲 他已經拿了影帝禮 又憑那套電影 再拿多個獎 我自己想 我今年41歲 我也是這樣 會不會自己 其實走遲了很多 也會這樣想 所以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相比 我覺得目標是需要的 我又問你 你今天已經做到 剛才所說的主持人 你回頭看又覺得怎樣 你又有家裡 一家大小要等你去照顧 每天看你的IG 很瘋狂地這樣 其實那種很溫馨 我覺得是出了一個影片 我不行 今晚一班人在這裡 小朋友在玩 其實自己很爽 是嗎 救我救命 這是一個表達的方式 比較幽默的 其實你工作的動力 都是來自你家裡 或者反過來說 你未結婚的時間 純粹是你自己 事業、工作、所有事情 但你結婚後 你有了小孩之後 你的工作是屬於他們 但到他們成長了 你可以脫爛 你可以再… 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你退休階段 再找你自己的另一個目標 我覺得這就是有時候 進入人生另一階段 例如有了婚姻之後 思想也會轉變